岁末年中 圣诞的气氛冷厚 许多团体也选择在这个时候回馈社区 圣盖博台湾人师子会前往圣盖博士的一所 服务低收入家庭的幼稚园 送圣诞礼物给小朋友 老师以及义工 为了欢迎圣盖博台湾人师子会的成员 前来圣盖博士La Casa社区中心附设的幼稚园 这些三四岁的小朋友们 用同志的嗓音表演了圣诞歌曲 看起来非常可爱 这是圣盖博台湾人师子会连续第七年 在岁末年中 送圣诞礼物到这所服务低收入家庭的幼稚园 他们送上了做成动物形状的请具 还有饼干 让每位小朋友都抱了个满怀 反正这个月份都是感恩的月 我们就是说排定每年固定这个时候 来做这些关怀的活动 除了礼物之外 圣盖博台湾人师子会 也制赠了一千美元的礼金 另外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 洛杉矶分会副主任委员庄满利 也制赠了五百美元 对于这些圣诞节贺礼 圣盖博士长代表La Casa社区中心 表达了感激之意 我认为孩子真的看到 有其他人在社区中 在社区中的爱和照顾 在追求他们 所以我认为这真是有很多 18台新闻 黄明仪 张艺锐 圣盖博士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